主席 我請林部長 我們請部長貝勳 邱偉好 部長你好 歡迎回國 沒有謝謝 我一直對你很敬佩 不敢鬧 比較有印象大概是2007年的時候 我曾經看過你一篇文章 那時候你擔任這個國主司司長的時候 在這個新世紀智庫的論壇 我看完林有了這個人真好 他這個有台灣意識 他想法跟我完全不謀而合 完全一致 你那篇文章的主題是說 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的重要意涵 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的重要意涵 前言你提到 根據陸委會2007年的民調顯示 超過七成七的受訪民眾 支持以台灣民意加入聯合國 台灣居然是一個民主國家 面對如此高漲的民意 政府必須妥善回應 這是你寫這篇文章的理由 那你寫這篇文章 要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 它是基於六點你的看法 第一個台灣有權加入聯合國 按照蒙特維多國家權利義務公約 台灣有必要加入聯合國 因為基於聯合國憲章 全能內平等的理念 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 有平等參與聯合國體系活動的權利 第三 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 無色改變現狀 不會改變現狀 因為我們在參加很多國際的組織 比方說這個私貿組織 或者參加這些亞太經合會的組織 不同的國際組織都用不同的名義 那你也提到說聯合國二七五八號決議 沒有解決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在聯合國代表前的問題 你也認為說排除台灣與聯合國外 侵犯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的基本人權 所以 作為以上的理由 你認為 應該用台灣自民交流聯合國的 作為最主要的一個方式 那是2007年 你作為國主司司長 我對你相當敬佩 也相當印象深刻 那你現在回國擔任外交部部長 您擔任部長 你是否支持 還是支持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 你的立場有沒有改變 我要跟這個委員做一個報告 就是說 加入聯合國 這是我們一個長遠的目標 當然是啊 但是以台灣加入聯合國 是你當時2007年 作為國主司司的主張 代表說 某種程度代表外交部的立場 這個是國主司我們所有擬出來的一些意見 就是我們希望把它綜合起來 作為我們推動國際參與的一個目標 那你現在立場 我們現在還是在繼續 我們要繼續來推動這個聯合國的單門機構 台灣自民交流聯合國 對 那當然交流聯合國 有很多方式 有很多人稱 你當時我強調重點 台灣自民交流聯合國 那你現在作為部長 你覺得呢 我可以跟委員報告 因為聯合國是一個很大的體系 比方說我們現在的目標是要 除了世界衛生組織之外 或者我們現在是世界衛生大會的觀察院 這我知道了 你的立場有沒有改變 如果說我們能夠用台灣 我贊成 我可以跟你很明白的表示 就是如果我們參加世界衛生大會 如果能夠用台灣的名稱 2007年你認為是可以啊 而且你說很多的理由啊 那現在是不行 為什麼不行 不是不行 立場改變了 我沒有改變 我可以跟委員報告 我想我們現在參加了50個政府間的國際組織 有很多的名稱 2007年國際環境 跟現在國際環境有沒有變化 國際環境有變化 我們階段性的目標也有變化 可是我們現在參與國際組織的名稱裡面 有使用中華民國 有使用台灣 有使用中華台北 你也了解 當時你認為用台灣民意交聯合國是最好的方式嗎 那時候是我們代表國主司的 他現在為什麼摒激當時最好的方式 不用這個方式 不是委員 你也了解 我們要執行政府的政策嘛 這是外交部的一個工作的方向嘛 對不對 如果您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是站在國主司的角度來看 那我們要配合政府的方向 配合政府的政策來做 那事實上我們在整個國際參與裡面 一定要保持若干的彈性嘛 所以在目前的現況之下 我們怎麼樣來推進 對我們國家最有利 不同的政委不同的市委 你的意思是這樣子嗎 國主司司長 我請國主司司長 我們請國主司司長 我們請國主司司長 備詢 時間佔你一下吧 我的時間寶貴 謝市長 是不敢啊 委員好 2007年 林詠樂市長 他主持要用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 那你現在2012年 你謝市長 你知不支持台灣 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 報委員 我想林部長也講得很清楚 加入聯合國我們是我們永遠長遠的目標 目前這個階段 目標不會改變 這是策略上 我們必須做一些調整 外交司令不用多說啦 你知不支持嘛 就是 yes or no 外交司令我聽太多了 2007年 林詠樂支持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 不長遠 短期中期長期 目前的階段 我們必須就面對目前的 你成不成為用台灣名義交聯合國 是最好的方法 直線階段 你們認為是 這個時空環境 或者 這個你們上面大老闆 可能不那麼的想法 報委員 那你做一個專業的外交官 你的專業知識 可能比這個你上面大老闆 馬先生 馬總統 可能更豐厚 更全面 所以做一個外交官 你秉持你的良心 你作為國子事業市長 作為國家的這個 加入國際組織 一個重要的關鍵人物 站在你的良心 說話 你認不認為 以台灣名義交聯合國 是最好的方法 我認為是 我們要務實 看待現在政府的政策 我們來去執行它 這是我們外交人員的一個 我一直問你是或不是 那你一直用外交司令 我真的沒有那麼多時間 聽你外交司令 好我繼續請教一下 那個領部長 我們用那個六個字來 概括這個 現在的整體的外交戰略 清美、有日、合中 那合中當然是陸委會跟國安會的事情 那清美跟有日這個部分 當然是這個 因為兩個都是台灣最重要的盟邦 但是這個 全球外交戰略佈局 我們也不能忽略這一塊 特別你從歐盟回來 那你覺得現在台灣跟歐盟的關係 是不是要適度的提升 過去 我們把這個所有的外交事件 放在日本跟美國 相對歐盟比較不足 能見度也比較不夠 互動也比較不夠 所以是不是您擔任部長之後 因為您有這個駐歐的經驗 是不是也要加強 你要如何加強跟歐盟 以及跟這個歐盟的加盟共和國 成員國之間的互動 特別是說這個有可能是這個 可能加入未來加盟這個歐盟的這些 巴爾幹半島的這些國家 這個是這個 Colaisia 這個是 博士尼亞這些國家 他們是在未來在台灣 對台灣的這個經貿 都有很大的一個一個注意 所以這部分 你個人有沒有什麼看法 要強化跟歐盟之間的關係 對一定的 我覺得我們當然要強化 因為剛才我們所提到的 這個跟美國日本的關係 當然是非常的重要 其實另外一個部分就是歐盟 我覺得說這個整體的關係 要做一個通盤的考量 那我剛才也提到就是說 免簽證其實只是一個動作 一個象徵 其實更反映到說 我們跟歐盟國家的一個人 那個屬於戰術層次 你要提到戰略層次 總統來講說我們要希望 長期以來 台灣的這個外交戰略 不管是哪一個政府 就是這個重亞 親歐或者仲美親歐嘛 所以你應該說 親美有日拉歐 把歐盟拉進來 有沒有可能這個 你還有點創意 我也贊成 我非常贊成這個委員的意見 你要你創意說 我要申請加入歐盟 成為這個歐盟的這個共和國 歐盟的成員 你要發揮這個創意 這也是我們長遠的目標 我們希望 慢慢的來加強跟歐盟的關係 外交部有這個長遠的目標 希望成為歐盟其中的一部分嗎 如果委員希望我們往這個方向來做 但我們不一定 我期待 剛剛你自己說 我了解 這是外交部長遠的目標 台灣要申請成立成為歐盟的 其實最重要的 我們希望能夠加強跟歐盟的各方面的合作關係 我想這個是一個關鍵 整體外交戰略你要balance一下 這個是有的 親美有日拉歐 甚至融入 或是提升台灣在歐盟的這個能見度 這個部分是我們努力的 一定會努力 另外對於外館的檢討 我覺得你要有一個量化的指標 這個你要有一個目標的管理 你要有績效的管理 這個針對這個績效不張的外館 你要去檢討 那表現好的這個外館 績效好的外館 你就應該要給你獎賞 或者要擴大規模 服務這個範圍 那你如果績效不張 你要考慮是不是要把它裁測 或者整病 在有潛力的這個國家 比方我剛剛說的這個 巴爾幹半島這些國家 你可以在克羅來西亞 克羅來西亞現在很多的國人 都在那邊去觀光旅遊 這個是一個未來這個新興旅遊市場 那也可以透過跟這些國家的關係 可以把這些歐洲的人民 把它這個更介紹台灣 請他們來台灣這個觀光旅遊 完全同意 我們事實上我們跟克羅來西亞的關係 有持續加強 所以針對一些沒有社管部分 有潛力的部分 你要去評估嗎 我們會評估 也已經在做 那評估到什麼時候會有結果呢 那事實上我們現在跟克羅來西亞的關係 我可以跟委員報告 其實真的加強了很多 我們做奧地利 做奧地利 就是霸幹半島 或是未來有一些國家 目前沒有社管 但是有潛力的管 有有有 那現在這個有些疑社管 那績效不張的管 你們也要做一些處理 是的會 另外這個東海倡議 這個在國際社會上有沒有受到重視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像這個歐盟的這個對外事務部 最高代表 爭端國啦 中國日本美國對東海倡議有沒有興趣 我覺得他們完全就完全忽略東海倡議 日本方面有一些這個善意的回應 那不是官方的 那可能是學界 官方完全東海倡議沒有意見 日本的外相也沒有意見 我剛才的表示 希望能夠來加強合作 那美國方面是希望整個東亞地區的和平跟穩定 其實也反映我們這個一致的精神 要做的就是這個宣誓主權 宣誓主權有強跟弱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財務公司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